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幾天前,日本已經將福島核電廠的廢水 經過處理,經過過濾地排出大海 他們監察著水質,輻射的情況 以及在附近捉到的魚,究竟會不會有輻射的污染 到現時為止,根據日本的數據 仍然是符合國際水平的 低於下限的數值 當然,無論在中國或香港來說 都說不相信這件事 又或者,他說不只是測穿 有其他的放射性物質,你都要測試才行 我相信日本都是一個 很多NGO的公民社會 他們都會做的 如果發現數值是超標的話 一定是不能保密的 一定會曝光的 但是中國仍然是未能夠回答 尤其是在香港附近的核電廠 其他的核電廠都是 他都要將一些 這個核的廢水 用來做冷卻的廢水排出大海 究竟這些廢水裡面的村的數值 是比日本經過處理的數值 還要高出二十幾三十倍的 那怎樣解釋這件事呢 如果要測,大家很擔心 那些水,那些污染是全世界的 很擔心,於是大家就盲腸炎 又或者買那個輻射的測量計 在中國裡面是不是也要讀一讀呢 我看到一個網上的圖片 就說在中國自己的自來水裡面 測出的輻射的量呢 那個數值是比在日本 排出大海的核廢水的數值還要高的 怎樣解釋這個現象呢 有機會我慢慢研究一下 收集資料 日本就已經是發出了警告的了 日本的駐華大使館就向會去中國的 或者現在在中國的日本國民發出警告 在公開的場合就盡量不要說日文 不要讓人知道你是日本人的身份 在日本的駐華大使館周圍 你需要進去辦事的話呢 都要註一下是否安全你才進去 即是說呢 其實他是很擔心呢 是受到騷擾啊 甚至是身體受到傷害的 因為這個都有前科的 過去那幾次 好幾次了已經 因為釣魚台等等的問題啊 這樣就有一個反日的大示威啦 那大家知道在中國呢 是控制得很重要的嘛 你要去示威 固然如果你不是得到官方同意呢 他就還沒出發之前已經掩蓋了你了 是吧 那如果你真的去示威 而呢就出現一個大規模的示威呢 百分之百肯定是官方縱容 甚至是官方售使的了 那但是有些東西呢 就去到一個地步呢 是一發幫我收拾的 譬如有一次示威 我也都說過了 微簽拉麵的招牌都被人拆了 是吧 日本豐田啊 Toyota的車 在街上走過呢 拖了司機出來推翻了車 那司機就哀求 就說這個車其實是中國製造的 請很多中國工人的 那這些 去波及到一些無辜的 叫做市民的中國人 這個情況已經是出現的了 屢見不鮮的了 那何況是日本人呢 那但是即使是不去日本 不去這個中國大陸的日本人 不在中國大陸的日本人 會不會都受到影響呢 那我看見一個新聞傳出來 就是發生社的報導 他說呢 日本外務省 星期六晚就發表聲明 負責亞洲和大洋洲事務的日本高級外交官 叫做浪速博之 那就說呢 發現到 有一個新一波的 來自中國針對日本企業的電話騷擾的浪潮 這個浪速博之就說 對這些騷擾日期的電話表示遺憾 並要求中國駐東京大使館的高級官員 呼籲他們保持冷靜 聲明說呢 這位負責亞洲大洋洲事務的外交官就說 說給中國大使館的官員知道 在中國也發生針對日本設施的類似事件 來了 終於出事了 我們強烈敦促中國政府採取適當的措施 呼籲公民冷靜行動 並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確保日本在華居民和日本駐華外交機構的安全 這個民族主義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我很擔心 日本人在中國的安全 可能會引起一個非常強烈的外交風波 會不會衝擊日本駐華的大使館呢 會不會打傷日本人呢 這種情況就即使不在日本 這個電話不在中國 在日本的商人 這個企業也會有影響 一個福島的商人 跟這個共同社說的 他說他們四間餐廳和高點店 上個星期五一天內 總共收到一千個電話 一千個電話 其中大部分是來自中國的 最後這間店沒辦法了 要先拔掉電話線 要不然就是非常疲累 接一千個電話 福島的市長在星期六發貼貼 他說市政府兩天內 市政府接到二百個來自中國的電話 當地的學校 餐館 酒店都成為了目標 他在Facebook裡面說 我們向日本政府報告這件事 並要求採取行動 東京音樂廳 岩首縣北部的水族館 等等日本企業和團體 都收到類似的滋擾電話 接到大量來自講中文人士的電話 令到他們是難以正常營運 那為什麼會收到這麼多的電話呢 因為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裡面 他們開始出征了 所謂出征就不是去別人的社交媒體 搞別人的Facebook 而是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那裡 有部份網民分享了自己 怎樣用這本電話 去騷擾別人的影片 即是已經把電話放在網上 放在網上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你不可以說是全部的 部份中國人的質素 因為他們有十幾人這麼多 一百分之一都不行 負責打這些電話給別人 他們就是這樣 日本 日本 這個 就是 一意孤行 好像你們說的 中國人說的 一意孤行 一意孤行 不理國際的反對 將這個 廢水 東京電力公司 將這個廢水排出海 污染了海洋 影響到海洋的生態 大家沒得吃魚生 OK 這個是東京電力公司 是日本政府批准的事 冤有頭債有主 如果你說 他們污染了海洋 影響到生態 吃魚可能會有輻射的危險 可能會致癌 日本人民都是受害者 如果你認為是這樣的 是不是 日本人民是受害者 當這個東京電力公司 日本政府 不理國際反對 一意孤行的做法 那我就想問 人們又不禁要問 為甚麼要打電話 去別人的蛋糕店 為甚麼要打電話 去別人的水族館 你騷擾那些日本人 做甚麼呢 那些日本人是無辜的 日本人是受害者 為甚麼要騷擾 無辜的日本人呢 為甚麼人在想甚麼呢 所以 現在未有一個消息說 在中國的日本人 日本國民 受到甚麼影響 受到甚麼滋擾 他們的機構 有甚麼事發生 但我覺得 如果中國政府 繼續 去 去吹道行 去鼓吹 這些盲目的民族主義的話 我想悲劇是遲早會發生的 會成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這樣 例如打傷一兩個日本人 或者衝進去日本機構 去搗亂 甚至影響到日本駐華的大使館 隨時會出事 中國人就是 我覺得很精神分裂的 現在說可以放在日本旅遊 是吧 日本人也是嚴鎮以待 因為以前試過 買了別人的奶粉 按別人的肚子 用簡體字寫我親眼看到的 不要念 即是不要按我 那些字 就是告訴中國人 他們是很擔心 如果大量的中國人去日本 是會 他們叫做甚麼 叫做旅遊公害 會造成旅遊公害 其他國家 就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中國人才會造成旅遊公害 他們擔心這件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甚麼你這麼反日 又喜歡去日本 甚至去日本吃魚生呢 是不是這幫中國人 頭腦特別清醒呢 很難理解 在這個事件裏面 全世界 只有三個地方 宣佈去禁止 日本的水產 或者部分的 都原的水產入境 全世界只有三個地方 三個都是屬於中國的地方 一個就是中國 一個就是香港 一個就是澳門 日本人 怎麼看這件事呢 全世界都不覺得很擔心 雖然日本境內 我強調是有抗議的 韓國呢 都有很多的批評 韓國的反對黨呢 用這件事呢 用來反日 也有的 但是 他們的政府呢 都是希望大家去冷靜 但是 只是中國 香港和澳門 日本人怎麼看 而且日本人也受到騷擾 因為這件事也受到騷擾 跟普通日本人有甚麼事呢 為甚麼要騷擾他們呢 日本對於中國人 對於中國 其實是 已經是很反感的了 中國人和中國的形象是很差的 在日本人心目中 現在 只會更差 沒有最差 只會更差 這是否中國想見到的現象呢 我也是 中國是 中國人的盲目的民族主義呢 是中國政府的政治籌碼來的 在外媒都有這樣的分析了 今次禁止日本的水產入口 其實就是 航裝無劍 自在佩工 我也說過了 美日韓 組成了 亞洲小北約 其實是一個軍事同盟來的 拜登拉攏他們做 軍事結盟 那麽頭很清楚 是對付軍力日益強大的中國 這個小北約 日本和韓國是世仇來的 日本在韓國曾經進行過 這個極度野蠻的殖民統治 韓國人對於日本的統治 是 那個心結是很難解的 而且二戰的時候 亦都有慰安婦的事件 他們一定要追究到底 韓國的民間 對於日本是很反感的 其實是很多事情很反感的 但是他們的經濟關係很好 但是軍事呢 從來是沒有任何的結盟的情況 現在在美國的 拉攏底下 三個國家 有個軍事結盟的情況出現了 那麽頭是對付中國 中國就很反感這件事 於是 他就要借這個機會 排出這個日廢水 給日本看顏色 然後用煽動這個民族主義 令到這個仇日的情緒加深 間中就會出現一次的了 好像重感冒那樣就來一次了 那又怎樣呢 就是給日本看顏色 那又怎樣呢 對他們的漁業的影響都相當大 因為出口來 就是中國和去香港的 這個魚類的生產 魚產是相當大的 很閉毅的 這個 在日本的這個 魚類的生產商啊 無論是加工等等都很閉毅的 他們都有解決問題的辦法 其實他們自己會做得到的 那麽對你 給你顏色看 你令你有損失 那麽怎樣呢 那這個就是中日韓 美日韓的結盟 是不是不存在呢 是吧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很仔細的做法 最後又是 死死氣 又是要更改 人家排放那個 不過 核廢水三十年 你是不是三十年都這樣 你要煽動那些人 去騷擾別人 最後 你是不是得不償失 很奇怪 中國做的事情 是很 外界是很難以理解的 大家怎樣看這個問題 都可以留言給我 繼續可以like share 就是給comment 看完廣告 還有就是 按鐘 希望大家可以 盡快收到我 新的 上載的影片 聊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有快的channel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 我希望你會把這個 更好玩 成功 那一張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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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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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